第五 我们如何正确理解三一的教义 通常人一般比喻太阳 这样合理吗 我刚才讲课的时候 已经简单提到了 任何在地上有限的类比 大家要注意 上帝创造万有 上帝按照他自己对自己的知识 包括自己的知识 包括他的计划 这个计划里面包括万物的创造 牛的创造 羊的创造 花的创造 鱼的创造 昆虫的创造 鸟的创造 人的创造 上帝对所有被造物的知识 先在自己里面 对自己的知识 自己计划的知识 而这个意念 以一种概念抽象的 意念存在的一段 然后在创造的过程当中 他逐渐具体化实现 所以上帝对创造的知识 上帝是无限的 但是创造的被造物是有限的 造物主和被造物之间 存在着永恒的 无可衡量的差距 一方面被造物里面留下了神的荣耀 尊贵的 全能和智慧的那样的印记 痕迹 所以能够反应神的某些属性 但是另一方面 他无法完全反应 所以利用任何看得见的被造物 这种有限的存在去直接百分之百的去类比 三一上帝这个神本性存在的奥秘是不可能的 有限的不可能承载无限的 所以任何一个类比都是局限性的 某一个点可能很好的体现了三位一体的三和一 但是它都有局限性 漏洞 没有办法表现出三 一上帝的奥秘 无论是什么三叶草 无论是什么一个人三重身份 三重身份更危险了 形态论 太阳也有问题 为什么 太阳的本体 太阳的光和热 你仔细看 什么是光 什么是热 光按照现在来说 可以说是物质 无论是波还是离子 但热是一种能量 那你是不是又把它们之间 非为格化了 更何况光就是光 能量就是能量 它和太阳的本体又不同 那它们怎么能够 光和热只不过是部分 它不完全享有神性本体的全部 我们说父完全享 是完全的神 子也完全的神 灵完全的神 它们之间不存在神性的量和程度上的差异 所以太阳本身无法 一对一的去类比三一上帝的奥秘 冰也一样 水 H2O H2O 这个水的化学元素 无论是固态液态的 气态的 即便你制造了一种环境 其实不太可能 即便制造了一种 某个恰当点 冰固态的气态的液态的同时出现 它们都享有同一个同样的H2O 但是问题你有没有发现 固态的冰所拥有的H2O 只不过是化学程式上H2O 它拥有的那个H2O 因为固态的话 它有它的质量 有它的重量 它有的范围 它拥有的那个水分子 那个部分分子 就不是在空中飘着气态 那个部分的水分子 也不是液态的那部分水分子 它们之间不同 只不过是元素 化学元素相同 但是它们不是享有共同的 仍然有限 三叶草也一样 这个本来是下周讲的 被你害得今天就讲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个东西要反复 三叶草也一样 我就拿我的手来举例的 三叶草 三个叶都类似 它们都连在一个镜上 一个这个一个共同的 但是你发现 它们仍然有问题 这个叶子 第一片叶子 第二片叶子 它们彼此不同 对不对 彼此不同 虽然它们共同是一个整体 但是它们又形成了一个部分 为什么 刚才我们说了 这个神性里面 灵在子里面 子在灵里面 父在子里面 子在父里面 它们彼此互相渗透 共同享有个神性本质 但叶草是没有办法表达的 虽然它们粘连在一起 但是这个叶子 虽然说出了不同 是吧 位格的不同 但是这个叶子里面 所享有的 那个叶子的 那个组织结构 是这个叶子 所不能享有的 这个也一样 但是神呢 是灵里面 所享有的神性本质 是完全享受 在子里面 在父里面 也在灵里面 它们位格上区别 但是它们享有百分之百 所以你要非用区分的话 可能有人说 用那个三个环 你发现 那个三个环 也没有办法完全表达 总是有限的 三角形也是有限的 所以任何的类比 在地上 在这个有限的 被造界里 你不可能找到 与无限的上帝 一对一可以类比的 那样的例子 找不到 都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认识 每个类比的 长处和缺点 不然的话 你一定会掉到 错误的三位体论里面 甚至异端里面 OK